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石吉姐姐的健康课堂 今天吉姐姐非常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有一个患者 他之前是在找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教授 我们国内一个非常知名的教授 当时是教授到烟台来 可能是有一些合作 他做了一个治疮的手术 但是这个手术以后五个月了 刀口也没有长上 用他的话来说 这五个月他每天大便都很疼 非常的难受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刀口持续的长不上 然后呢 已经过了五个月的时间 他在那家医院 医生给他看了之后说 哎呦不行 你的伤口可能真的是长不上了 我们要再给你做一次手术 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顽固的 高裂的溃疡面 要给他再做一次手术 他已经几乎要崩溃了 然后就找到了吉姐姐 那希望姐姐能给他一些帮助 对这个患者呢 就是我们要谈到肛门术后 斑痕修复的问题啊 为什么有的患者会有这么长时间 肛门都完全不能把伤口闭合 像呢在姐姐的医院里手术 我们是要求所有的患者满月痊愈的 其实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达到满月痊愈的状态 那么就是我们要给主管医生一些要求 你管理的这个病人如果一个月了到口还没有长好 你必须要赶紧预警让上级医生来对患者进行明确的病情的判断 包括调整治疗方案 所以呢在白石吉姐姐这里完成手术的患者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那么给这个患者做检查的时候呢 我觉得第一 教授的手术是没有问题的 手术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他的肛门的张力没有降下来 也就是说 前一期的手术只是关注了他一大堆痔疮的问题 没有找到痔疮的原因 通常呢像这种环状混合制的病人 都是使用肛门不当造成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这个患者愿意在厕所里蹲那么久去拉这个便便 因为他可能排便的肛门的角度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通常呢我们要第一给你调理肛门的角度 那让以后呢 做完手术以后的便便可以很顺利的排出来 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复发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把角度调好了 就会避免这种刀口持续不愈合的状态 那第二呢 这个患者大便管理的不好 在术后依然有大便便秘的情况 你想一个刀口慢慢的在生长生长 然后我突然有一次便秘 使劲使劲的把它撑开 你像这个反复被撑开的刀口 怎么可能痊愈呢 所以他的大便管理的不好 还有呢第三点 就是姐姐在这个治疗上 为什么他在我这里用了五天的药 就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再疼痛 没有出血 没有任何异常的状态 姐姐给他做了一个神奇的手法扩钢 其实并不神奇啊 以前就在这个科普视频里面 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次 肛肠科医生的秘诀 手法扩钢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这个患者呢 肛门的张力太高了 手术的时候没处理 术后的便秘 便秘的情况 也会加重肛管张力扩张的情况 那他已经没有那一对痔疮了 怎么办呢 就是靠皮肤的撕扯来替代 所以呢 要减轻这个肛管的张力 手法扩钢是个神奇的 能达到神奇的效果 那姐姐呢 就告诉他 你要每天来医院啊 因为前两天 姐姐在出差 就委托给了我们一个美女余医生 天天给他做手法扩钢 同时软化大便 同时用上我们中药的作育 这个病人五天的时间 五个月没有掌上的刀口 五天的时间基本上痊愈了 他今天来复查 因为我今天刚出差回来 我看到他的窗面 包括感受他肛管的张力 我知道他一定会好的 再给两三天的时间 巩固一下疗效 然后呢 我要告诉他排便的角度和方向 然后一定要不要让他出现便秘的状态 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啊 看似肛门是个弹丸之地 但是也有大学问啊 精益求精 无论怎么去 就是把细节做得严谨认真 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因为你面前是患者的信任 还有他对那种痛苦的恐惧 一个人吃进去的东西 能够顺利地拉出来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的每一个患者都痊愈 那么医生呢 就要更充分地去了解患者 患病的原因是什么 术后持续不愈合的原因是什么 你去多问几个为什么 多花点心思 可能你这个患者就会痊愈 他也会更信念你 也会把更多的病人介绍给你 这就是奇妙的医患关系 能够成就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本预 明 明